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至少你要有个Google云端硬碟吧 应该各位应该都知道什么叫云端硬碟吧 就是到你的Google首页上面一定会有什么呢 更多里面云端硬碟对不对 这个我想如果你没有用过的同学 回去一定要把它试试看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他免费给你5GB的空间 如果你觉得5GB不够的话你可以再买 像我自己就买 我后来就买25GB 我觉得非常好用 我几乎所有的教学的相关的档案通通传上去 所以我云端上就有20GB 20几GB的那个 这个 东西是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他跟那个PC 或者你的智慧型手机跟平板完全是 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云端硬碟上的东西 那里面要怎么建立 我想这边你把它点进来之后 我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应该是不能曝光的 所以我的秘密 那 这里的话建立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什么建立表单 其实我就是从建立表单开始 那另外 这边有一个新的东西 像什么 指令码 其实 它本身已经有试算表 试算表其实对应到就是Excel 那 其实以后 以后VBA也许会有一天慢慢走入历史之后 取而代之的就是 云端上面的试算表里面的指令码 其实这个指令码 对应起来的话就是 Google试算表就是对应到Excel 指令码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VBA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要云端要自动化 要把这个学好 那目前 这个东西 应该还没有人去深入研究 不过将来应该会慢慢普遍 所以稍微提一下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表单部分 你可以建立一个表单之后 因为这不是重点 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那里面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这个是我已经编辑 我大致上这样我会有准备先把我需要的 第一个主标题 就是这个问卷的主标题是什么 第二个是副标题 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这个说明里面你可以 像我是写很多 你可以随便写几个大概的副标题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我会用到新增里面一定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标题 跟里面要填什么资料 理论上我会只会用到三种 应该是四种 第一个是单行文字 单行文字就是说名字 对不对 那多行文字就是简介 比如说你要打很多字就是多行 那如果是单选题的话 你就选这一个 核选方块是多选题 大概用四个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这个问卷里面只用四个 我先把问题构思完之后 然后就可以开始设计 所以我做这个表单 做这个问卷大概只花五分钟就做完了 有时候其实每一次上课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把每一次上课的问卷改改 下一个班级又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个 那最后你把它save之后 它就上面可以 去 去 把它关掉 如果说你要给别人的话 这边有一个 前往即时表单 其实都在从表单里面看得到 就可以进入到这里 那上面有个网址 有没有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给人家 填入 不过 你会发现我的网址 特别短 那为什么呢 其实 也是利用Google的 缩短网址功能 有这么长一串 对不对 你要把它变短 像我刚刚是什么s 什么 只有五个字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用 怎么做 比如说你开一个新的网页之后 假如你将来要缩短网址 就记一个 我刚刚不是 goo 点gl 那如果你要缩短的话呢 你就直接到 g